慢性肾衰竭早期症状 如文医生特邀专家马力全 现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肾病内科主人医师 慢性肾衰竭 咱们肾脏肾肤衰竭以后 它会体内代谢产物 然后主流 那么水主流 它会诱发全身系统的 各个系统都会有相应的改变 咱们是不是尿毒性脑病 尿毒性心脏病 尿毒性肺炎 尿毒性心膜炎 对骨髓造血影响 或者是肾性贫血 它是全身各个系统都会有表现 但是如果针对具体到某一个病人的话 各个系统表现 它也不完全可轻可重 有些会比较突出 有些会比较轻 当然和它这个病气有关系 你如果是个早期肾衰 这方面症状的表现比较轻 那么如果是到中晚期的话 它各个系统表现就会特别突出 特别明显了 当然这各个系统的话 表现的话 最常出现最早 最常见的症状是消耗到症状 病人会恶心 呕吐 那叉 那么这些出现的是最早的 甚至可以出现消耗到出血等等 那么第二个呢 就是血液 血液对骨髓造血 咱们肾脏有个分泌 分泌的一个重要的造血物质 就是醋红细胞生长素 咱们简称叫醋红素 那么醋红素水平 因为肾衰竭了以后 醋红素分泌的就明显减少 造成骨髓造血 这个功能下降 那么第二当然骨髓体内的毒素增高以后 红细胞的寿命也会明显大缩短 那么再加上第三点 这个失血各种各样的原因 也造成失血 那么造成这种贫血 我们把这种贫血叫肾型贫血 那么早期的有许多病人呢 由于他症状不典型 许多因为消脏症状 到消化科去就诊 由消化科就诊以后呢 发现后来是因为肾衰 才转入我们科 那么相当还有一些病人呢 由于贫血 住到血液科 血液科查了以后呢 发现是肾衰 所以他临床表现 可以是多种多样 出现最早最常见的 还是消脏症状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